老板好 老板 谢谢你 你资助儿子许家印那个300块钱 上大学的费用我收到了 没事没事 你说多少 300 300 你确定是300吗 是的 老板 您找我 刘厂长 那个我想问你个事啊 就是咱们公司保安 就是王叔 他那个儿子许家印考上大学了是吧 对考上大学了 但是家里比较困难老板 王叔现在天天假扮 中午啊 就吃个馒头 耗点白开水 连菜都舍不得吃 是吧 我也听大伙都说了 哎你这样吧 我这呢有五万块钱 你这样吧 你今天啊 务必亲自交到他手上 好不好 这个事交给你了 对啊 交给你去办了啊 行行老板 我办事您放心 行 那我下去了老板 好好好 不保安 要五万块钱 帅哥约 嗯 你为什么约啊表妹 你干啥呢让你来上班的 来我问你 你手里啊是不是有个保安 叫王叔的 对啊 你怎么知道那个老头的 我怎么知道老板都知道了 他儿子考上大学了 啊 真的啊 什么 老板让给他的 老板给他的 我跟你说 这个这个钱可不能对我关心 是他啊 给我原本不能给他 听到没 行行行我知道了 我走了 我放心啊 慢走 嗯 王叔啊 诶 这块头 听说你儿子考上大学了 是的 哈哈 这不啊 老板都知道了 啊 老板让我把这三百块钱给你儿子 当他的助学金啊 哦 这样 让你儿子好好读书 好 然后呢 继续像你啊 当个保安 咱们这个位置啊 一直给你留着 然后一直给你儿子再留着 让你儿子的儿子啊 以后你的孙子也当保安 好不好 来 这个钱拿着 好好的啊 不用客气 啊 这样吧 王哥 嗯 你给我去办公室一趟 我有点活 帮我干一下 好不好 行行 走 走 王叔 来 他哪里 我跟你走 不用王叔 我这儿都有专人打扫 我来呢 就是想跟你聊聊天 你看你来咱们公司 又大半年了吧 大半年了 是吧 同事啊 对你好不好 挺好的 都挺好的 吃得住的呢 对都行 都行了是吧 对了 我刚才听你说 就是资助那个助学金 你儿子的 是得二十元三百 对啊 三百块钱 谢谢啊 谁给你发的 就那个美女主管 哦 王主管是吧 是 行 这样我给他打个电话 王主管 你先带着你那个表哥 来我帮我试一趟 快点啊 王主管 你找我 有什么 王主管 你俩来了 咋了 想问你俩点事 咋了 就是我资助王叔 那个助学金 给了多少啊 你给我多少 我就给他多少 他给我多少 我就给王叔多少 那你给他多少 三百 我五万块钱 交到你手里 啊 还到王叔 这人生三百了 老板 他给我的 还不到一万呢 哦 他给你不到一万 好啊 你们 层层剥削啊 可候人家的助学金 要掉哪脸呢 平时我怎么教你们呢 啊 还有 这个裤子的福利 乔乔台 发了两千多条 你们发哪去了 啊 老板 我 我能将功 你过吗 我看到他卖了 卖了 嗯 卖到哪去了 啊 卖到 到处都是 到处都是 卖多少钱一条 卖五百 卖五百 钱呢 钱花了 钱花了 你呀 越来越厉害了啊 拿着他们的福利 中饱私囊 还翻了好几倍的价格 老板我错了 你错了是吗 这件事 我也不说你了 我现在想跟你说的是啊 两件事 第一件事 把王叔 我支付他儿子的钱 双倍的补偿给他 能不能做到 能 能不能 能 第二件事 这个裤子 我不管你卖到哪 卖了多少钱 你给我一条一条都买回来 明天上午十点 我在仓库就要看到 能不能做到 能 我回家卖房卖车 我给你买回来 能做到是吗 还有最后一点 你呀 带着你表妹 出门右转 财务 看见了吗 老板 我跟上你十几年了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你也知道 你跟我十多年了 先做人后做事 我偏要怎么教你们的 你们这么做 对得起一批一批 那个人子吗 下 王叔 老板 你看这个事 我确实不知情 我也不知道他俩 原来是这种人 这么多年 我白嚼他了 你呢也不要在意 是不是 都是我的错 这样吧 我这呢 还有一万块钱 你拿着 行 然后呢 把这个裤子 再去餐厅拿几条 以后你就在这好好干 行 没问题 没有人会欺负你的 好 那你下这个王爽 好 谢谢老板 不太不再死 不太败了 不太败了 我才给大家看 尽量 感谢观看